婆婆年轻手寡 含辛如苦把老公和小姑子拉扯大 她一生强势 晚年却得了癌症重病在床 老公在外养小三四生子 从不回家看她 小姑子更是以交住院费为由 从婆婆手里把钱全部骗走 我虽然和老公离婚 但因为婆婆在我生孩子的时候 拼命给我献血的勤奋 我尽心尽力照顾婆婆三年 婆婆不忍我被她拖累 趁我出去买菜 吃力的跳楼自杀了 谁都没想到 婆婆没死 她重生回到了 她重病前两年的大年初二那天 家里异常热闹 老公家的亲戚来了一波又一波 一整天 我像个陀螺被指使得团团转 表姑坐在沙发上 趾高气昂 娟子给我倒杯水 我倒水 表姑嫌弃 哎呦这么烫 你说说你连点小事都干不好 大伯在那边喊 水果吃没了 娟子快去洗点 我洗水果 大伯生气 光知道洗 不知道切 真是这脑袋不知道干嘛用的 说一件做一件 堂弟一边蹦大一边喊 我要吃红烧肉 你给我做给我做 做做做 一会就让她做 伯母温生哄着 不忘对厨房喊一嗓子 娟子 加个红烧肉 孩子要吃 娟子 娟子 我感觉我自己耳边有无数的鸭子 在嘎嘎嘎叫 脑壳疼 除了能干点活 也没啥用 连的男人都留不住 谁说不是呢 强子都被她搞得不回家了 没用的东西 这女人啊 要是伺候不好男人 那就是废物 众人嘲讽嫌弃指责的目光 纷纷落在我的脸上 我一时间如芒在背 恨不得把他们轰出去 突然听见啪的一声 水杯被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四分五裂 刚刚还喧闹无比的客厅 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 婆婆的身上 我婆婆刚刚摔了杯子 我以为她也要数落我 正想着应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婆婆冷冷的开口 你们家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们家这些男人 都喜欢在外面养小三 李强也是 她去找小三了 所以今年才没有在家过年 婆婆的话一出口 所有亲戚都猛了 我震惊的看着婆婆 好一会儿 李强的二姑率先打破了沉默 那还不是小娟没本事 小娟有本事 把男人伺候好了 男人怎么会出去找呢 对 就是这么回事 咱们强子是有本事 所以才能在外面找人 婆婆冷冷的 看着说话的几个亲戚 开口说道 让你们老公也有本事一下 也出去找一找 在这放什么狗屁 垃圾男人 外面没吃过的屎 都是香的 我告诉你们 别以为小娟没人撑腰 我给她撑腰 就是他们两个离婚啊 所有的东西 都是小娟和我孙女的 变了新的出轨渣男 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妈 你疯了 小姑子这个时候 震惊的大声说道 你把钱全给那个贱女人 她是个外人 你怕不是老年痴呆了 说这种胡话 小姑子嫌弃的翻了个白眼 她 婆婆一巴掌呼在她脸上 你说谁是贱女人 这是我的家 你再敢对你嫂子 有半分不敬 我打死你 还有 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我想给谁就给谁 你没权利质疑我 现在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通通都滚 小姑子是婆婆从小娇虫的长大的 别说打她 就是一句重话都没说过 家里的亲戚也全蒙了 大家都是婆婆招呼来的 里面上午的时候 婆婆还对大家热络 那个时候气氛相当的融洽 婆婆根本看都没看一眼 在厨房做饭的我 提起我的时候 婆婆满眼不屑 怎么不过两个小时 婆婆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性情大变 偌大的客厅 很快就剩下了我和婆婆两个人 妈 强子出轨 是真的吗 我好半场问道 婆婆点点头 拿出了手机 老公给她发了小三和私生子的照片 我大脑嗡嗡的想 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我的老公会在外面 跟别人连孩子都生了 而我竟然一无所知 我真的太蠢了 婆婆握住我的手 离婚吧 这个渣子没什么好药的 我帮你找律师 我错愕的看着婆婆 可是没有什么可视的 婆婆打断了我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只认妞妞一个孙女 她外面的小三并不干净 这孩子是不是她的都不知道 这个蠢货 婆婆骂道 我还是不解 婆婆为什么好像忽然间对我的态度 180度的大转变 她处处都在为我考虑 像我亲妈那样的考虑 今天晚上早点睡 过两天我安排律师跟你见面 咱们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等法院上班就去起诉离婚 我这个时候心里是很乱的 点点头回了房间 哄妞妞洗澡睡下后 我给老公李强打了电话 电话直接被挂断 再打就是正在通话中 我被他拉黑了 我给他发了条短信 让他回家来谈离婚的事 短信时辰大海 微信发不出去 真是一团糟 我将手机丢在一旁 倒在床上 本以为今天会是个失眠的夜晚 但不知道怎么 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初四的早上 婆婆请了律师到家里 律师跟我年纪差不多 戴着金丝矿的眼镜 个子很高 说话的时候条理非常清晰 因为李强出轨又有了私生子 而且证据确凿 提供证据的人还是我的婆婆 只要我起诉 离婚案是一定会判的 但现在李强他不在 我们起诉法院怎么判 我问道 律师看着我回答 如果确定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即使当事人不出庭 也可以缺席宣判离婚 我点点头 能离婚就好 我不想再跟李强纠缠下去 我们两个结婚之后 没有什么共同财产 只有一个孩子 李强每个月给个生活费就那点 工资也不算高 他能过得很好 主要是因为婆婆的补贴 我知道在钱财方面 我得不到更多 只想尽快跟他划清界限 毕竟一个脏了的男人 我真的不想跟他待在同一个结婚证上 跟律师沟通好 到法院上班的那天 律师直接帮我提交了诉讼状 李强一直处于联系不上的状态 他也不肯回来 他以为他不出现 婚我离不掉 没想到还可以缺席宣判 一个月后 我的离婚官司开庭 我成功拿到了离婚证 拿到离婚证那天 婆婆比我还开心 我以为他是设计好的 我跟李强离婚 他立刻就会把我和妞妞赶出家门 但没想到 婆婆直接带着我去了产权中心 他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直接过户给了我 我想跟你和妞妞一起生活 我的钱都给你们 你愿意吗 我看着婆婆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妈 我愿意 这段时间 家里只有我和婆婆两个大人 婆婆对我很是照顾 她做的菜都是我爱吃的 还给我买了很多衣服 对妞妞也甚是照顾 我不知道婆婆为什么忽然转变了 但是她对我的好 让我觉得温暖 加上婆婆对我有救命针 我生妞妞的时候大出血 是婆婆冒着风险给我献了血 我才能活下来 婆婆这个人 虽然她偏心自己的子女 但这作为一个母亲来讲 更爱自己的孩子不是问题 只是我没想到 婆婆能放下自私的儿子女儿 重新选择 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那天起 我和婆婆便开始了一起 抚养女儿的生活 有一天下午 我出去办事回来 走到小区门口 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男人 他身边站了一个年轻的女人 我的前夫李强 看见我 李强立刻不耐烦的开口 谁让你把家里的锁换了 我回到家 家门都进不去 你一个没有工作的人 怎么能这么不顾家不贤惠 还有 谁给你的胆子跟我离婚 离婚的事情都没通过我 不作数 他旁边的女人也娇滴滴的开口 姐姐虽然你年纪已经大了 皮肤又不好 身材又走样了 但是也不能不顾全大局 你要知道 你和强哥还有一个孩子 怎么能让孩子 在没有爸爸的家庭里长大 你太自私 太任性了 女人正说着话 小姑子也走了过来 看见我 小姑子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小姑子 小姑子 不知道